轿车来到十字路口停等 这时候灯号是绿灯 但轿车没走 而是等到左转箭头出现才转 可是驾驶却被检举收到罚单 位一号制指示行驶开罚600到1800 现场在彰化江水路和陷东路口 红绿灯为四灯号制 何时要转该怎么转 不少驾驶不煞煞 你如果绿灯的行为可以左转吧 这个可以吧 四个灯就不行啊 如果是你 你是不是会在那边带走 对 对 你说怎么完结 一直到央他觉得不能完 他把他放了 他就把他放了 他就下水了 他那天很正常 没有车他也没转 等到那个灯亮才要左转 但也有驾驶观念正确 你觉得这里绿灯可以左转吗 可以啊 可以 没有车就会直接左转啦 因为也是看到它 这个灯号是太正常左转的 其实这个路口车流还不小 驾驶可能是担心发生车祸 不敢直接左转 来看号制小学堂 无论是三号制或四号制灯号 只要看到圆头绿灯亮起 代表可以执行左转或右转 但如果是四号制灯号 亮右转箭头 代表只能右转禁止执行和左转 那车辆在面对圆形绿灯起亮时 是可以执行及左右转的 所以该车在圆形绿灯的情况下 是可以做左转弯的行径 开车上路要注意来往人车 驾驶也得注意号制灯号 该转就转不该转 就等一下免得触发 民事新闻许家陈林乌华 彰化报道